蓝色单品合集的视频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第一样单品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美甲 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 因为我有练琴 所以呢指甲并没有办法流长 这个不是我故意 就是为了给大家看 我自己指甲有没有做的 其实今天我洗头的时候 洗完头吹头发的时候 被人满弄掉了 甲片不见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 这个美甲是不完整的 但大家可以看得到 戴上这个甲片之后 我整个手变得修成了很多很多 其实穿戴甲在之前 就已经很流行了 大家应该有知道 像Inisfree 他们都有出那种一盒一盒的 就是款式的穿戴甲 但是我今年才发现 原来淘宝上面 可以去定做这种美甲 但是比较麻烦 就是你需要测量好 自己每个手指甲的宽度 然后发给店家 他就会根据你的指甲宽度 来选择合适的甲片 给你做你想要的款式 然后价格呢 也特别的便宜 比直接去美甲店 要便宜很多 我感觉 像这种甲片价单色 基本上就是 30块钱到40块钱人民币不等 那其实我在美国这边 去美甲工作室 做一次美甲 如果我需要延长指甲 再涂一个单色的话 基本上是60美金到90美金不等 所以这个价格是十分昂贵的 但是我把它从国内 集围过来呢 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等待 所以在国内的小伙伴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是完全可以去店里直接做的 因为这种是一次性的穿戴甲嘛 所以他相当来说 就没有那么的伤指甲 他直接用那种一次性胶 粘上去就可以了 戴个一两天 你不喜欢 你直接把它卸下来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可以多次反复的去配戴 只是要买那个胶 就没有问题 我这次呢 一共是做了四个蓝色系的 这种纯色的美甲 就是我手上现在这一款 银河蓝的颜色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偏 Tiffany蓝 它有点偏绿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湖蓝色 这个颜色我去年就有做过它的美甲 不过我当时跳的一个白色 然后今年这个颜色也是超级无敌流行 因为它特别特别的显手白 所以我今年就是 大家如果去做的话 也是很推荐这一款 接着呢 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算是蓝紫色吧 它看上去有点偏紫 总的来说 这几个颜色都特别的亮眼 然后很活泼 适合夏天 对 然后爱美知性人皆有之毛 我就是一边又要练琴 一边又想的时候拍视频拍照 很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指甲变得漂亮一点 然后做一个点缀什么 所以就定了这些穿戴甲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吧 然后这些颜色你们都可以截图 直接去美甲店里面 问他们能不能做同样的颜色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OK那么下一个要讲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公仔呢 首先想要讲的是迪士尼的这些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有经常看到过房间里面有超级多迪士尼的公仔跟娃娃 然后我基本上每一次去迪士尼都会爆很多他们的周边和公仔娃娃回来 还有平时大家可以看到我写包包上面挂的一些小的挂 是基本都是迪士尼的 然后今天想要来分享的蓝色系配色的两个超级经典的卡通人物 然后一个是怪兽大学的这个沙利文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史迪仔 另外呢就是我之前有试过去迪士尼的时候专门买了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史迪仔当时买的就是全程抱着它 并没有让工作人员帮忙送到高乐门门口 而是一直都抱着它 然后可以拍照什么的 就是也很吸睛 然后有个亮点在那里 大家如果不嫌热不嫌麻烦的话 真的可以这么去操作一下 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 当时我为什么买它呢 因为它很特别 它就是我们小时候玩 嗯我们 就是我小时候会玩的那种拍拍圈吗好像是 对 然后就是你可以把它完全掰直 然后你玩它的时候就是把你的手这样子 趴在你的手上 是不是超级开 哎它没有趴好 它就是这样吸在你的手上 超级可爱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觉得它很特别 所以爸爸想 然后它当时还有一个同款的 史迪仔的也是这样子 如果我现在没有找到它 被我放在哪里了 说完了史迪仔跟怪兽大学的沙利文 我想跟大家再介绍一样 蓝色单品就是沙利文的头裤 这个头裤是我去年暑假 就是8月份的时候 跟我朋友 我闺蜜一起去了 看LA的迪士尼 然后买了这个 我基本上每一次去迪士尼 都会买不同的发裤 因为我觉得那样会比较特别 像我第一次去 就是买的米奇跟米尼的头裤 就是很新典的那一款 后来他们出的款式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每次去都会换不一样的 就是一些比较新鲜的尝试吧 然后之前去年暑假 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也是 当时是白金色的头发 就挑了一款米尼的那个婚纱头裤 就感觉也很特别 就有一点点暗黑风的感觉 然后这个呢 啊我有点扯远 扯偏了 我们先讲回来 这个呢就是特别好看 这个蓝色 夏天 大家如果近期有点去上海迪士尼的话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款头裤 它真的超级超级可爱 然后这个蓝色呢 就是你下面 无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搭的 OK 讲完这个发裤呢 我还想讲一下刚落掉的这一个 Jelly Cats的Bunny 这个大家应该之前 有在我视频里面有看到过它了 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柔软 因为它本身就是设计给孩童的玩具嘛 就是摸起来的手感跟肤感都特别特别的好 蓝色的这一款我之前也有试过直接把它放在包里面 然后探个头出来 就也很可爱 然后这个蓝色它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温柔这种 就不会像我前面介绍的史蒂奇和沙利文那样那么亮眼那么跳舞的感觉 它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温柔的蓝色 OK那下一个呢 还是想要讲一个关于头饰的东西 就是这个发圈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材质 就是这种后发圈 然后就是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特别特别喜欢用这种后发圈 因为当时头发超级多 又厚又长 所以就是很喜欢用这种厚的一次扎起来就好了 也不会掉 怎么搭它呢 就是扎一个丸子 高的丸子头 然后把这个发裤直接套在上面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但是我没有尝试过 我买回来之后就没有用过它 是因为我发现我那么弄有一点点土气 对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就没有那种很甜美的感觉 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我的头型或怎么样 但是我一会儿还是会戴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买的其实是有好几种颜色 但是我今天只挑了这两个蓝色系的来跟大家讲 OK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进入服饰方面的了 但其实我想了想T恤什么的我之前在T恤合集里面都已经跟大家出过了 所以我就不多跟大家多介绍 我只会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我的T恤合集 对就是回去帮我再充充那个播放量 首先是这一件CDG的Play 然后大家如果很想买一件CDG Play这种基础款的T恤的话呢 如果你们觉得白色或者其他什么黑色灰色都太普通解约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今年新出的这个蓝色 这是还挺特别的 然后它也是比较显白的一个颜色 因为它比较亮眼 大家有看过购物分享应该有知道 我当时跟它一起买的 还有这一双蓝色的Koneway和CDG连连的这双鞋子 我买的是高帮的 大家如果觉得高帮会比较显腿短的话 可以去入餐的第一帮 这一双入来我真的还是挺满意的 就是虽然我没有怎么用它去搭过衣服 但不能出门嘛 所以在家里面基本上就是穿一个T恤 穿一个短裤在家里面晃悠 也不会说要去搭鞋子什么的 所以我就很少有那种想要去搭配衣服的那种想法 跟欲望 所以就这个鞋子还是摆在那里没有怎么穿过 然后可以的话就尽量之后 多跟大家出一些穿搭类的视频或者图文 接着还有这件T恤 我真的要再次跟大家种草 就是这一件nerdy的蓝色的T 然后我上一次在T恤格子里面提到它的时候 我当时拿的是津津的那一件 那个视频发完了之后 我觉得真的太好看 我自己也入了一件 然后也是买的Emma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小就是会比较宽松 夏天穿会舒服一些 这个蓝色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看 强烈强烈安利给大家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呢 其实是一条裤子 裤子的颜色就是很好看 然后它是一个这种五分裤 我觉得它有两种穿法 你可以直接穿上去当五分裤 就会比较休闲一点 但如果你觉得它太休闲了 穿出门会觉得有点居家的感觉 你可以卷一圈来穿 这样子呢裤子比较短 然后上面搭一个宽松的T恤搭下来 下面有一截蓝色的裤子就也很温柔好看 然后这条裤子因为它的价格其实很便宜的 所以它的质量相对来说没有特别特别好 就是我现在穿着这个屁股后面啊 已经磨了很多球 但是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在穿它 因为我觉得太喜欢了 就在家里面穿一个很舒服 特别的宽大 而且呢它这个腰是松紧的设计 所以就是无论胖瘦 是可以放心入它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还想说一件夏天必备的蓝色单品是什么呢 那就是蓝色系的袜子啦 就是各种蓝色系的袜子 这个我还没有拆过 为什么要说它们是夏日必备单品呢 就是大家之前有问过 我说像nerdy的这件衣服 它到底要怎么去穿 到底要怎么搭呢 其实很好搭 如果你觉得它单穿太简单的话呢 其实你完全可以 在它下面搭一个黑色的牛仔裤 蓝色的牛仔裤 蓝色的长裤 黑色的长裤 什么都可以 然后下面只需要搭上一双 跟它同色系的袜子 你就会觉得 这个套穿搭变得特别的出彩 然后这些袜子的话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选择 看你们自己家里面蓝色的衣服多不多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搭配什么的 接下来说呢 就是这个Botega Vanilla的 就是BB 这个名字好难念 就是BB加这个云朵包 然后因为它是蓝色的 所以我必须放在这个蓝色单品里面来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个夏天如果大家想要入手一个万元以下的小包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 真的是可以成为宝蝶家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包包的款式了 这个颜色各方面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合我的心意 它这个开口呢是磁铁的设计 所以呢也不会掉东西出来还是挺方便的 你完全可以把它做一个手拿包直接拎着它 然后也可以斜跨它 因为它是有一个袋子的 但是它这个袋子相当于是比较细一点 然后这个袋子呢你就可以调节它的长短 它其实这个容量还是蛮大 能装的东西也是很多 因为它里面是完全可以撑开的 容量还是很OK的 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入侧它 OK那么今天的蓝色单品合集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类型的饰品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下次可以出一些别的色彩的单品合集 另外就是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记得一定要给我三连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